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看简单的路线图 好,同学们,你们都去过动物园吗? 肯定老师就带大家一起去动物园,看一看 你们看,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动物园导游图 看看,你们都会看吗? 我们看一下,导游图上有各个景点所在的位置 还有一个我们要关键的,记住,有一个坐标 它表示的是上北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坐标写出来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起出一个方向轴 好,那小明问,我想去看狮子,应该怎么走呢? 同学们,你们会给小明描述一下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恐龙 小恐龙说,他想先去看狮子,再去看熊猫 那他应该怎么走呢? 我们看一看 好,下面呢,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一学 我们看,小明想从猴山出发去看狮子 我们根据,我们根据打游图提示的 比如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个坐标轴 然后我们看看,那要去看狮子,怎么走呢? 从猴山出发 我们是不是要向这个方向走,才能看到狮子 那这是什么方向呢? 根据我们的坐标轴知道,这是东北方向 所以从猴山出发,向东北方向走到狮子馆 那我们看看,小鳄鱼要从海洋馆出发 他要先去看狮子,再去看熊猫怎么走呢? 他怎么去看狮子呢? 我们看,从海洋馆这样走,是去狮子馆的路上 所以先要向西走到狮子馆 然后再从狮子馆去熊猫,也就是走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是西北方向,所以再向西北走到熊猫馆 同学们,你们会描述路线图了吗? 下面呢,就和老师一起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练一练吧 我们看 张明从南门进入公园 南门在这里 坐标轴也给我们了 看一看 先走到音乐喷泉 张明现在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向什么?走到四季亭呢? 四季亭在,因为喷泉的这个方向 这样走,这个是什么方向? 我们看一下,是东北方向 所以向东北 走向四季亭 再向北 看看四季亭的北 是不是?是这个方向 走到哪? 走到水上公园 继续看 那再向什么方向? 走到艺术广场呢? 水上公园 到艺术广场 应该这样走 那这个是西南方向 好,继续看 接着向什么方向? 走到竹林 艺术广场 到竹林 你还是向这个方向走 这个方向是白 对不对? 再向什么方向? 走到儿童乐园呢? 竹林 到儿童乐园 应该这样走 这个方向是西 继续 再向什么? 走到盆景园 儿童乐园 往这个方向 走到盆景园 这个方向是东南方向 继续 最后再向什么 走到西门 很景园 往这边走 到西门出去了 那这一边是西 同学们 你们跟着老师会做的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王涛也要来这个公园 对不对? 他从西门进入公园 他从西门进入公园 向什么? 走到了盆景园呢? 你们看 他往这边走 看得到盆景园 对不对? 也就是向东 走到了盆景园 那再向哪走? 盆景园到儿童乐园呢?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这个方向是西北 所以向西北走 前往到儿童乐园 继续 那向什么走? 走到 向哪里走? 到竹林呢? 儿童乐园 往这边走到竹林 所以是向东走 那竹林在向什么走? 到艺术广场呢? 竹林往这边走到艺术广场 这就是南 继续看 艺术广场向什么方向走? 到月亮湖呢? 艺术广场往这个方向走到月亮湖 那这个方向是西南方向 继续看 继续看 好了 下面呢 就和老师一起来回应一下本节课 我们所学的内容吧 这节课呢 我们根据探究 学习 并且动手操作 学会来看导游图 并掌握了如何使用方位词 描述行走的路线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吧 我自己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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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